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迦娃系列基础教程 那么继前几次课我们学习了字不创函数和预期函数之后呢 本次课我们的主题是集合函数 因为集合函数呢可能有非常多的类型 我们这里呢会分成几次课来介绍集合函数 那本次课呢我们首先介绍的是 list其实我这里列了三样东西 分别是list,seta和map 它们都是集合函数中的一类 那集合函数,集合函数到底是一类什么样子的函数呢 我们首先来看 把它分成两部分 首先是集合,第二是函数 那什么是集合呢 集合呢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 大家集合起来 所谓的集合 其实就是集合起来的一组数据 那跟它类似的概念 当然就是数组了 之前我们在介绍数组的时候 也介绍过 数组呢 也是一组数据 那集合也是一组数据 数组也是一组数据 那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肯定有啊 如果没有不同就不会出现集合这个概念了 那么请同学们记住 集合虽然也是一组数据 但是它跟数组不一样的就是 这一组数据的类型可以相同 也可以不同 而数组呢 则是要求一组类型相同的数据 好 这是第一个不同 那第二个不同呢 数组呢 是要求 它的这个数组的长度 是预先定义好的 而集合呢 虽然也有预先定义好它的长度 但是 它的长度可以随着元素的增加 增加 就是说我事先定义好一个 只有十个长度的这样一个集合对象 但是呢 我的元素是可以超过 我包含的数据是可以超过十个的 超过十个 我的容量 随之集合对象的容量 随之增大 这个就是集合跟数组的 不同之处 有两个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 list的这样一个实现模式 首先呢 我们可以打开API看一下哈 API的话呢 list这个集合哈 不管是list还是set 它其实都是放在 加外的UTL这个包之下 UTL包之下包含的就是collection框架 打开来看一下 好 list set和map全部在加外的UTL包里面 那list呢 其实是一个接口哈 接口我们看到这里是个接口摘要 list set和map都是接口 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接口了 接口呢 其实是抽象的最高实现 它里面全都是抽象方法 那接口的目的就是为了被实现 被继承哈 也就是说它一定会有实现子类 那接下来看一下list是什么东西 list是有序的collection 有序的集合 也称为序列 点进去看一下哈 为什么说list是有序的 是因为它对于这个列表中的每个元素的位置是一定会有精确控制的 也就是说它的位置是有索引的 我们把它叫做下标哈 下标 每一个下标对应了一个元素 它的下标是精确定位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啊list接口是有很多方法的 当然这些方法是抽象的 目的就是为了被实现 那么list接口哈 list接口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子类 分别是arraylist linkedlist和vector 也就是我这里列的三样东西 arraylist linkedlist和vector是list接口的三个最重要的实现子类 那接下来就挨个介绍一下 这三个list的实现子类 记住这三个都是有序的collection 序列 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 这三个list实现子类哈 我这边构建了一个list test这样一个类 在问方法里面哈 我们如果要使用这个类的话 首先都是构造类的对象 然后通过对象打点哈 更用成员方法或成员变量 接下来构造一个arraylist的对象 那问题来了 我用构造这样一个对象 那首先就得了解哈 了解它的构造方法 arraylist的构造方法呢 有三个它在加油点utu包里面 所以呢 我这里实现已经导好了哈 import加油点utu点arraylist 那调用哪个构造方法呢 是用最简单的一个不带任何参数的构造方法 意味着我会构造一个初始容量为10的空列表 好也就是说我不带任何参数 也就构造出了一个首先具备了10个数据这样一个长度 当然是空的哈 这样一个relist的对象 集合对象 接下来 调用比方说add方法呀 去添加元素 它这个add也有两个存在方法 一个是一个参数 一个是两个参数的哈 一个参数的话呢 就会将指定元素参入到序列的尾部 ok 添加的参数是object类型 就任意类型 添加一个10 接下来呢 再添加一个 死菌啊 死菌类型的 假设是hello 好的 到这里为止哈 虽然我初始化构造出来的 enlist这个对象 有10个长度 但实际上我只插入了两个 没关系 记住 序列它的长度是跟着 真实的元素的这样一个数量而变化的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 便利序列的 元素了 虽然只有两个 第一个 首先我要知道 这个序列到底有几个元素 enlist点 size 用的是size方法哈 size方法 好 返回列表中的元素 接下来呢 用的是 用的是 get方法 参数是一个下标 也就是返回列表中指定位置上的元素 for for inti 等于0 i 小于size i 加加 接下来 system点 out点 tln enlist点 get i 记住 记住这个下标 下标 下标从0开始 它有两个元素 就意味着下标是0和1 ok 接下来运行一下 诶 10和hello 就出来了 我在这里演示的呢 是enray list的 这样一个 做法 当然 除此之外 还有 linked list linked list 它的构造方法 一样的 一个是 不带任何参数的 还有一个带参数的 我这里稍微换一下 linked list 等于 new linked list 构造一个空列表 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做法都是一样 为什么 记住 arraylist和linkedlist 它都是实现了list的接口 add方法 也好 size方法 也好 它其实都是继承下来的方法 那问题来了 当然它的方法貌似更多一些 什么pop和push也有 问题来了 就是linked list 跟 这个 arraylist 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这里有一个 这个 linked list 中文是链接列表 它是一个链接列表的一个实现 如果大家学习过数据结构 会知道其实 数据库的这种类存存储结构 可以分为链式存储结构和顺序存储结构 链式存储结构是通过指针来实现的 而arraylist呢 它其实是一个可变数据 也就是说它的底层其实是通过数据来实现的 虽然说它大小可变 但实际上它的底层还是通过数据来实现 也就是说arraylist和linked list 它们在底层的这样一个实现机制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好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 vector 好 vector呢 我同理 我把这个vector alista vector 好 好 两个参数 初始限量是1 初始容量是1 然后如果增加一个 就增 容量也会增加一个 ok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 底下的方法也差不多 好的 那我刚才的代码呢 演示的就是arraylist linked list 和vector 这三个list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实现之类 当然除此之外 还要stack 就是站等等 那 本次课呢 那我们的介绍 就站到这里 那下次课呢 我们会介绍set 这样的这样一个集合 那好 请同学们呢 对本次课的内容 尤其是arraylist linked list 和vector 能够把他们的代码 能够写一下 而且想清楚 为什么他们会有集合这样一个对象 因为集合对象的话呢 在代码开发过程中 会经常使用到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使用到一组数据 一组数据的这样一个概念 而宿主呢 受限于它必须要初始化一个长度 但是呢 集合呢 却不用哈 因为它的长度是可变的 在这个方面的话呢 集合的使用的这个灵活性和范围 会比宿主更大一些 好 那我们等次课 到此结束 下次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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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